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取警命停课 劝返等紧急措施 并且公布了一名密接活动危机 那么情况如何呢 有哪些注意事项 就在1月2号晚上10点50分 河南宇州市发布的通告显示 第一个是全市的公交车 出租车 网约车 客运班线 暂停云印 第二是全市商超 农贸市场 宾馆酒店 沿街门店 医疗机构等公共场所 严格执行扫码测为佩戴口罩 核验通行等措施 商场超市暂停除了保障日常生活物资供应之外的一切经营活动 第三是政府服务大厅 信访接待大厅 文博场馆 体育场馆 旅游景点暂停开放 KTV切牌室 网吧 洗育中心等密闭娱乐场所暂停营业 强势夜市摊点暂停经营 第四是全市各类中小学 包括学前教育机构立即暂停线下教育活动 第五是全市所有的村 卫生室 个体诊所等无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一律不准接诊发热患者 发现可疑患者立即报告并规范转映制 指定医疗机构就诊 药店一律暂停销售推上药 第六是全市所有的村庄小区设立少点门岗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宇州全域所有人员只进不出中心城区五半四镇的所有人员不进不出 外地反与人员提前主动向社区村单位报备 原则上一律劝反 第七是全市区内疫情防控必须 群众生活必须 重点项目建设施工以及其他涉及民生类的相关企业 安排职工正常到单位上班的 要由单位出具证明 在按规定检测登记后正常出入 除运送房屋亿物资 生活急需物和城市运行所需物资的货运车辆外 其他货运车辆进入宇州市区需要出具情况说明 并由货物接触单位到检测点兑接 而第八条是要求广大市民 要求兴多数字 请不吝点赞入